爱吃甜食,淀粉会得糖尿病。维生素D稳控血糖,不再像云霄飞车。 糖尿病是吃出来的富贵病。网络上传言有许多相关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地雷,像是爱吃甜食、淀粉的人容易罹患糖尿病。 控制糖尿病第一要诀就是稳定血糖,近来也有一些稳控血糖研究指出,维生素D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,避免糖尿病加重。到底真实性如何? 糖尿病对健康影响很大,会加速衰老,损害肾脏、心血管系统、眼睛和神经组织,并增加癌症风险。 台湾预防保健协会理事长,要学硕士赵顺药医药师说明,糖尿病主要与遗传基因加生活形态不良,或自体免疫反应所致。 当正常人们摄取糖或淀粉类食物,血糖浓度会升高,而乙腺会分泌适量的胰岛素,将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。 虽然糖不会直接导致,但过多的糖却会使体重增加造成肥胖,就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。 糖尿病患药减少糖类食物摄取,避免血糖升高。 爱吃甜食,淀粉会得糖尿病吗? 糖糖的饮食会直接影响血糖值上升,建议尽量避免。 糖尿病饮食方面要一少二多,即减少糖类食物摄取,多吃蔬菜及适量蛋白质。 一天三餐当中,除了白饭以外,也很容易吃到饭团,面包,肉粽,米糕,前面等食物,注意碳水化合物不要摄取过量。 总结来说,甜食,淀粉对第二型糖尿病有,胰岛素的生成及作用成较差,因此在食用之后,血糖一升高便回不去正常范围。 不管是那一种糖尿病,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控制血糖浓度,将血糖值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。 糖尿病饮食是以均衡饮食概念为基础,照顺荣药师指出,糖尿病的长期控制目标是降低、减缓,或完全防止并发症的产生。 所以,除了按时服用降血糖药之外,饮食控制与规律适度的运动,以及正常生活是相当重要的方式。 如果患有糖尿病,就必须控制好血糖的水平。但是您知道是什么会让血糖飙升吗? 会导致血糖波动的原因,主要是来自饮食。每个糖尿病有对食物和饮料的影响都不同,因此最好追踪食物对自己血糖的反应。 留意这些常见的因素,可以帮助您维持健康。 研究,维生素D可改善葡萄糖耐量和一道素阻抗。 最近有研究指出,维生素D可以稳控血糖,照顺荣药师表示,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,维生素D缺乏与第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发生的因素。 证据显示,已经发现一线中分泌移岛素的β细胞含有维生素D的接受体VDR。 维生素D可改善葡萄糖耐量和一道素阻抗。缺乏维生素D会导致一道素分泌减少。 维生素D有助于控制体重和糖尿病吗? 赵顺荣药师表示,Stephanie Sisley·西斯黎博士是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助理教授。 于2014年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内分泌学会年会上,曾经发表D维生素D水平与肥胖、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有关。 但维生素D缺乏常见于肥胖族群和二型糖尿病患者,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,维生素D可能通过在大脑中的作用,在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发病中发挥作用。 Cisley博士研究结果。 Cisley博士研究结果。 确定大脑中的维生素D可以改善葡萄糖耐量和以导塑敏感性。 维生素D可以作用于大脑,减少体重,脂肪量和食物摄入量。 国内药师评论 赵顺荣药师会集多篇临床报告表示 有大量证据显示 维生素D在调节血糖水平方面的作用 与预防或治疗糖尿病有关联 一项维生素D研究显示 儿童早期补充维生素D可使患有异性糖尿病的风险降低29% 目前建议在所有婴儿中维生素D3补充400 IU 直到摄入足够的配方奶 牛奶或其他食物来量 足以提供400 IU天 如果仅从阳光或食物来源获取足够的维生素D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医学研究院 IOM 最近更新了维生素D膳食参考摄入量 DRI 建议年龄为9-70岁 每天维生素D补充剂至少为800IU 然而,血清25,OH,D水平目标达到至少40 Ng,ml 一项来自健康研究维生素D和糖尿病的观察性研究显示 83,779名大于20岁的女性发现 维生素D水平低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每日摄入大于 800IU的维生素D和1000Mg的钙 可使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33% 将维生素D升高至正常水平 可相对减少的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55% 5种有助预防糖尿病的食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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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在于适度的控制,只要学会了食物替换观念之后,饮食就可以富有变化与弹性。 1. 绿色蔬菜 1. 绿色蔬菜是预防糖尿病和逆转糖尿病最重要的食品,一项研究报告说,每天使用绿叶蔬菜糖尿病的风险降低9%。 2. 非淀粉类蔬菜 2. 非淀粉类蔬菜 3. 新鲜水果 水果 4. 豆类 5. 豆类 5. 坚果 5. 坚果 5. 坚果 坚果的血糖负荷低,有助体重减轻,并具有抗炎作用,可以防止胰岛素阻抗的发生。 5. 健康研究 健康研究发现,每周吃5份以上坚果,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7%。 5. 在已经患有糖尿病的病友,同样的数量可使罹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47%。 5. 照顺容药师提醒,新鲜水果,蔬菜,坚果,豆类饮食,可以预防甚至逆转糖尿病,同时促进长期健康的最有效方法。 在最近一项有关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发现,使用这种饮食后,90%的参与者并能配合服用糖尿病药物,一年后的糖化血红素HBAEC平均为5.8,这是非糖尿病正常范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